好那可是另外一个外界观察的重点 事实上是台湾这场选战 因为台湾的路线也会影响到 晶片跟科技大战 是的台湾首富郭台铭参选 这个国际各大媒体高度关注 其实你从8月28号 郭台铭自己那个那场记者会 他公布他的选举 首先第一个国际媒体问他的是 新加坡的联合早报 直接问他你要选真 选真的还是选假的 郭台铭听到以后大怒 郭台铭就说 你们这些国外记者的问题 都很尖锐都很尖酸 但是你们问嘛 我不怕问等等等等 的确你如果跟四年前比起来 四年前那个时候 郭台铭说要参选的时候 国际的主流媒体 对郭台铭相当友善 近乡报道 譬如说当时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英国BBC 日本经济新闻等等 而且这些国际媒体报道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先讲妈祖 为什么呢 因为郭台铭说他是受妈祖指引的 好 国际媒体就这么报 尊重你的信仰 纽约时报是怎么说的 郭台铭曾经进入白宫 跟这个川普平起平坐 郭台铭曾经带领中国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参观他的这个郑州的这个工厂 那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郭台铭是他的老朋友 所以郭台铭拥有中国跟美国最高层的这个沟通 这个这个联络管道是其他的候选人没有这个条件 多友善 再过来华尔街日报 富士康在中国拥有上百万的员工 是中国最大的民间雇主 洞见观瞻 也很善意嘛 唯一一个负面报道金融时报 那个记者叫习嘉宁 他用的标题 台湾的破坏之王要投身正次了 习嘉宁用的是这句话 习嘉宁说 只要一个动作郭台铭就把台湾的政治弄得一团乱 引发对台湾民主的未来主权 还有遭到北京并吞这个威胁的担忧 同一篇报道 他还访问了一名深圳的这个富士康的主管表示 郭台铭不怕表现出品位不好 也不怕表现出不礼貌 也不怕让别人不舒服 这个人脾气暴躁 而且拥有无法预测的 好 这个是四年前唯一的一家 这个主流媒体用负面报道 今年很有趣 今年这个郭台铭参选 国际媒体的报道 我不能说友善 也不能说不友善 只能说坦率 不过有一件事情 各位这个媒体要请先注意 9月1号 红海集团正式声明 关于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园区 这个华尔街 对不起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报道不实 再敢用的话 我要告你 各位媒体请小心这件事情 好 这是其手势 所以包括现在的国际媒体 美联社 法新社 路透社 都援引台湾的专家学者 主流的这个报道的主轴 对郭台铭参选报道的主轴 都是那句话 亲中派很难赢 第一个理由很简单 所有的国际媒体都说 这次台湾的总统大选 亲中派的这个候选人 已经有两个 一个是蓝的 一个是白的 再加你一个郭台铭 已经有三个亲中派的候选人了 所以呢 你这样子看下来 民调只能更分散 无法团结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彭博社的这个专栏作家 瓦斯瓦尼 他特别的指出 现在台湾的地缘政治的结构 非常重要 而且中共的解放军呢 多次对台湾的这种军事演习呢 是基于中国崛起的需要 光凭你那个郭台铭 想要求和的那些计划 看起来是似乎很天真 因为郭台铭呢 就投书一中各表 郭台铭讲了我可以捐钱 或你没收我都可以 只要你不打台湾就好了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很天真的说法 再过来 BBC的这个调查访问 就是亲中派为什么难赢 BBC的调查访问是这样觉得 就是说对郭台铭能否达成协议 台湾人民深感怀疑 因为多数台湾人并不认为 现在的民进党应对两岸关系的紧张 是民进党要负全责的 No 台湾人民并不是这样看的 也不赞成为了和平而在主权上 向北京让步 相反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 也准备好了为捍卫家园而战 所以从那个民调结果来看 所有的国际媒体 其实我发现到最后都写到这一点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郭台铭出来参选 可以团结非绿阵营 相反看起来非绿阵营要团结会更加困难 好我们稍后回来